每个向大海出发的人 都怀揣着对远方的想象 行囊里塞满了报复 责任 还有些许乡愁 漫长的适应之后 他乡建成故乡 故乡成为了远方 平潭北岗村 一座位于福建省东端的传统渔村 这里的人们对风有着复杂的情感 当地一年有三百多天 风力超过五级 把石头压在屋顶的瓦片上 在村子里被称为压浪 这是北岗村最常见的景观 它是过去人们用来祈求风浪平息的方式 风依旧在吹 而村子里用于压浪的石头 却被挖掘出新的秘密 来自台湾的苏毅如正在寻找一些会唱歌的石头 他相信通过敲击 每块石头都能发出专属于自己的音符 平南它很多的石头 是火层岩跟滑钢岩所组成 它的含铁量跟密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经由敲打的过程中 它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那我们就突发奇想说 把这些石头重新编排音符敲打 用一些简单的乐谱 这是一家以石头元素为主题的艺术工坊 它集文创 餐饮 住宿于一体 是苏毅如和伙伴们在平潭的创业项目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想再留在台湾 因为在台湾的话地小人稠 它的创业机会可能没有像 大陆的创业机会这么的高 其实我一直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出来 趁现在年轻可以就是出去创业看 作为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岛屿 平潭岛和台湾岛的直线距离不到68海里 2010年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后 丰厚的台商优惠政策 吸引许多台胞前来发展创业 我们刚来的时候 2013年其实台商还不到30个人 到2014年这个台湾民粹市场 真正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会员就已经100多号 到2015年都增到300多个 成批富有台湾特色的商品 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这些小货柜的背后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陆消费市场 所有来此一展抱负的台湾创业者都相信 未来总是乐观的 就是圣诞的小礼品 然后类似这样就有赠送两桌或者三桌 给客人拿来体验的 松饼是四份还是四块 我觉得平潭它是我们创业的起步点 我们很希望说在这边把它练好工之后 我们可以带领更多人从平潭走出去 在今年的话可能会陆陆续续地在 各个省份去拓点 大家才示唬 谢谢你们 大家可以带领 诅识 这个 distinctive